面对所有的灾难 我们也必须秉持慈悲心 让世界能够朝着善的方向发展 目前台湾能在这次防疫上安全地度过 仰赖全台人民共同成就 若本天津人波切开示 台湾目前是后疫情时期 大众更不能大意 并期望大众要秉持慈悲心 在面对世界上所有的灾难 适时地给予物资上的帮助 让世界朝正面与善的方向发展 那么身为台湾人 尤其这次这么危险的瘟疫 让我们台湾得以安全地度过 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子 那我们不应该大意 更应该要秉着慈悲 来看待其他国度 如果我们可以有力量 给予任何物质上的帮助 甚至于是精神上的鼓励 都应当要这么做 这才是佛教徒 每个人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我们内心安详 发出的都是善念 善言善行 也会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 进而让世界也能和平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台南采访报道